你好欢迎收看10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所以中台小犬的风雨逐渐转弱 台铁北回线在5号中午过后恢复班次行驶 而不少民众也抢在第一时间要搭车北上 让花莲车站陆续出现人潮 随着中台小犬的风雨逐渐转弱 台铁北回线在5号中午过后开始恢复班次行驶 就怕坏天气再来搅局 不少民众也抢在第一时间 要搭车离开花莲 因为怕难回会停 所以就决定走北回 然后再回到高雄 有买到就是停开了 停开了 你要的班次又停开了 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 还好 就再多等一天没关系 目前北回线就是因为175177181 因为编组应用的关系 所以花莲到七堵停死外 其他班次都正常行驶 花莲到台东还有南回线 因为小犬台风的暴风圈都还在南台湾 所以目前花莲到台东还有南回线 各级列车全部停死 由于小犬台风的暴风圈还没完全离开南台湾 花莲到台东还有南回线的各级列车 在5号依然保持停死 而在复死之前会先做路线巡查 电车线巡查等等 直到安全无疑才会恢复形势 记者徐立琴 华莲市报导